久妹 久妹 漂亮的美 到底是拍过久妹的 好有经验 你看你看 多外在的表演啊 你确定你拍的是冬季来台北看语 而不是天蝎配吗 冬季到台北来看语 冬季到台北来看语 也许为你 所以是个抢伞的人 小天的伞坏的又问您的 好 谢谢 好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是那个年代的MV 那现在MV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讲内心系 好多哭戏哦你在MV里面 我觉得其实MV就是一个很容易进入情绪的方式 情绪的集结 因为有歌在旁边放嘛 对 有歌在旁边放 然后其实你听的那个歌手的歌 你感受他在唱歌的时候的情感 然后你慢慢慢慢会被他带进去 我觉得你越来越会拍哭戏了 我看那个《败犬女王》里面 你哭得真的很好 听说你酝酿拍哭戏的时候 都要首先要助手把那个手机拿过来 你都在看什么东西 我啊 有什么秘密 有时候我其实有时候 我其实有时候 不是有时候 慢慢来 你说了几十个有时候 我就是 有时候 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我会看自己的手机 因为有时候你还是 怎么又有时候了 所以你还是 你会连结出自己过去的一些情感 自己过去的一些挫折 比如说 你会看 你的女朋友传给你的短讯 写的什么呢 写的什么 比如说 写的说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祝福你 我都会支持你 然后都会相信你 这样子 真的是个好方法 提醒我 我下次也可以看这个短信啊 那维加你的 会看手机里面的什么短信 信用卡的账单 我会哭死我去 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演哭戏 你觉得好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回想自己 过去一些挫折 比如说 如果是海涛 嗯 有没有 有没有以前小时候考试考得不好 然后被老师骂 想一想想一想 有欸 有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 有没有以前喜欢一个女孩子 然后你跟她 你喜欢她 可是她跟你说 我真的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有 有对不对 有对不对 但是有 他自己把自己饶不一下 那你就 你就把她 把自己的情绪停留在那个不多的时候 像 我在对跟杨景华演戏的时候 跟杨景华演戏的时候 我常会跟她 常常跟她耳朵 找到了 找到了 好 我们把造句拿下来好不好 来来来来 让海涛演一场MV当中的那种非常经典的戏 是 AutoReel 音乐手机 提醒您